重感情的女人要远离这四类男人 在我们生活中不乏感情深的女人 这类女人一旦认定了对方 就会把自己大部分热情投放到对方身上 一心为对方好 忽略自己的存在 重感情的女人要远离这四类男人 一 爱撒谎的男人 重感情的女人如果遇上爱撒谎的男人 基本上等同于进了狼窝 重感情的女人往往会陶醉在这类男人谎言中无法自拔 把自己的一切都交给他们 还会为了他们不惜一切代价 如果有一天你没有利用价值的时候 他就会把你狠狠抛弃 到头来你会发现 原来这么长时间 你只是在他精心编织的谎言中做了一场梦而已 而这场梦的代价就是你的一切 二 不尊重女人的男人 在一般女人看来 这种男人不值得在一块 但如果是重感情的女人 一旦爱上这种男人 他就可以忍受所有来自这个男人的不尊重 以所谓爱的名义来包容他 捉见自己 往往这类男人会让你做一些事情来帮助他们 但在你做了之后又不会感谢你 反而会看你的笑话 在他们眼中你的付出不是爱 而是贱 三 控制欲强的男人 这种男人喜欢操控别人的人生 认为自己有权利为别人人生做决定 如果重感情的女人爱上这种男人 便会按照他的指示做事 从而失去了自己的自主权 而这种男人会以爱的名义来操控你的人生 让你按照他的想法做事 而你越是听话 他越会不在乎你 这种男人一定要远离 不然伤害的还是自己 四 花心的男人 如果是女强人或者是行事果断的女人 偶尔遇上个花心男人也没什么 但如果是重感情的女人 一旦爱上花心的男人 那简直就是一剂毒药 花心男人很容易变心 重感情的女人因为喜欢他 所以会一次一次安慰自己 骗自己说他还是喜欢自己 以后会回来的 等到真相真真切切摆在自己眼前时 他们往往会接受不了 严重的甚至会寻断间 如果你是一个重感情的女人 切记一定要远离这四类男人 不然最终伤害的还是自己